20年前的小朋友还留着呢 走得可真够着急的 报纸99年的 这地方99年肯定发生了什么 大家好我是牛叔 最近总有一些小伙伴给我反映 说牛叔牛叔暑假已至天气炎热 有没有什么好剧可以在家美美的看上一看呢 解一解单身狗的次样 大家有所不知 牛叔推荐国产剧还是蛮谨慎的 家庭伦理剧吧太油腻 总是些婆媳关系不稳定啊 小三和正宫打的你死我活啥的 古装剧吧打着打着 免不了变成了油腻腻的爱情剧 仙侠剧吧打着打着也免不了变成爱情剧 非常神奇 怎么这些电视剧最终都走向了爱情剧呢 因为毕竟拍谈情说爱比较好凑剧情 最关键的是还能给剧组省钱 打仗和特效什么的多少钱呢 所以很多各种类型的国产剧 最后都难免变成了又臭又长的爱情剧 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怕了这种剧情了 就想看点不一样的 说来也巧了 最近我还真看了一个质量很不错 题材很吸引的国产剧 无主之城跟牛叔最爱玩的一个游戏 无主之地就差一个字 整个剧是赛博朋克风格的 充满废土气质的现代剧 这个题材在国内非常少见 这一类型的作品可以更多的展现出 在极端环境下的社会问题 人性问题以及环境问题 可以很直白的突出人与环境的斗争 人与人的斗争 它就很少能涉及到谈恋爱 可以避免这一个大坑 一般来说很多国内的厂商和作者 是不敢轻易尝试这类默示作品的 以至于这些年来国外的默示片四处开花 可国内却极尽甘苦 这次终于有了一个 敢于尝试默示环境的网剧出现了 默示中带有悬疑 悬疑中又带有科幻 可以看上一看 牛叔这里就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影片一开始 主角和其他各色人等所在的火车正在运行 突然间在一股神秘力量的操纵下 列车铁道变轨 列车员控制不住速度 火车直接撞到了他方的石头上 时间回到50分钟前 咱们的主角罗然为了追查凶手 带着自己的好机友宁宇一起上了火车 本篇的主角还是我比较喜欢的男性 杜纯 减肥减的差点认不出来了 直接从阳光温柔的邻家哥哥 变成了一个性感的沧桑大叔 那么说他们追查的案件是怎么回事呢 在不久之前 一位大学教授在家里 因为台灯摔在了地板上 造成了触电身亡 杜纯也就是罗然作为警察负责这个案子 但他越查越觉得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意外 这一切都似乎和教授研究的人工智能有关系 并且在查案的过程中 由于自己调查的文件泄露 罗然被一辆远程超空的白车给怼了 他的老婆就死在了他的身边 而这一切的嫌疑都指向了他今天最终的目标 一起在火车上的小姐姐江雪小姐 小姐姐是教授的学上 曾经因为论文署名的问题 和教授闹的鸡头白脸 既有作案动机又有下手机会 罗然一直在跟踪调查他 这次就是跟着他上了火车 顺带着影片 还把车上的所有人都介绍了一遍 有带着小侄子除了旅行的商人 有带着媳妇除了离婚的医生 有带着女儿除了留待的单亲妈妈 其实车上的大部分人都是除了旅行的 但有一个就不是 他是来偷旅行人的 本来在车厢里偷了一路没被发现 可巧不巧 他被我们的罗然看见了 作为一个警察路见不平一声吼 那是天经第一 三下五除二他把小偷摆平了 所有人丢的东西都被找到了 除了江雪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袋 为了不打扰其他乘客 警务人员先将小偷捆了起来 想到目的地以后 再拷问出江雪文件袋的下落 万万没想到 火车在这死头就出了意外 撞到了大石头上 所有人都昏了过去 牛叔也坐过火车 但是没撞过大石头 不知道集体运过去合不合理 等他们醒来之后 发现竟然到了一个 看似荒废很久的火车站 索性没有人受伤 大家就在警务人员的安排下 先出去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他们不知道的是 从他们刚进这个城市开始 就已经被人在监控里密切的注视着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编号与身份材料 似乎这是一个大型的实验厂 等大家走到了上面才发现 原来这里是一个巨大的荒场 报废的汽车随便洒落在四处 巨大的建筑里杂草丛生 荒芜的土地上没有一丝人间烟火 说这里是漠视也不为过了 这种漠视片最难做的就是场景 这个片的剧组骇行 恶视飞途景象做的不错 很多细节方面都十分到位 天上下着小雨 众人把小偷绑在了车站口 罗然从操作的小票上发现 这个城市竟然在二十年前就被毁掉了 诡异的是什么东西都没有少 不像是集体特立行为 反倒是像这里的人凭空消失了 蒸发了一样 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刚坐下来没多久 列车司机的儿子突然就找不到了 熊孩子果然是推动世界进化的核心 为了帮助找孩子 几个人组成了小队分头行动 让大家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个城市远比他们想象的恐怖的多 到了晚上 就在主角外出找孩子的时候 竟然有一些体型巨大的蝙蝠来攻击他们 并且蝙蝠身上还带着某种毒素 普通人咬一口就顶不住了 几人发现情况不对 马上就往操作里跑 超市里的人也被蝙蝠攻击了 大家好不容易堵上了窗户 稳定了局势 等到外面的人回来了 里面的人却陷入了考验 超市里的人应不应该开门放主角们 进来呢 外面的人是同伴不能见死不救啊 但是一开门如果蝙蝠飞进来 屋里的人又有生命危险 少数人的生命和大多数人的生命 究竟该如何抉择 前些年很火的电影 《俯山行》和《更早的迷雾》里 都有这样的考验 在生命的危机关头 我们的信仰已道德 是否还可以限制我们的行为标准 要是我说这个门肯定得开啊 谁是主角看不出来吗 而且在漠视环境里 当然是人多好办事啊 但是这些人呢 显然稀里没点鼻素 别别扭扭的就是不开 好在关键时刻 人群中走出一位慈祥的中学教师 他让大家都撤到后面的仓库里 然后他一个人来给主角们开门 一顿折腾之后 总算把主角放进来了 本以为大家都安全了 但是罗然却突然发现 他一直紧跟着的江雪不见了 列车司机说 看见江雪往火车站的方向跑了 有时候你就不服这些小姑娘是不行啊 这都进入漠视剧情了 你还敢自己往图跑吗 不知道跟大家抱团才是王道吗 罗然一直在追踪江雪 当然不会让他出什么意外 果断冲出去救人了 而他的好机友宁宇 这次就不跟着了 为了防止像刚才那样 蠢货不给开门的情况再发生 宁宇负责留下来给罗然他们开门 要说罗然作为主角 武力指示在线里 全程一个人拿着铁棒 对着蝙蝠猛嘴 一打一个嘴 看来他平时都有健身啊 那么江雪他到底去哪了呢 咱们还真冤枉他了 他担心小偷的人身安全 回去救小偷了 另外还是想找一找 那个丢失的文旦 似乎这个文旦对他真的很重要 他转回来和小偷在火车上 找到了文旦 刚想离开 突然几只蝙蝠就冲了进来 好在关键时刻 罗然赶到 救下二人 几人回到了超市里 休整一夜 第二天白天 蝙蝠都回潮了 众人打算趁着天亮 仔细找一找司机的孩子 如果顺利的话 他们在天黑前 就可以坐火车离开了 但是电视剧才刚开始 怎么可能让你们离开呢 他们来时的那条隧道 早就塌房了 火车根本就开不过去 没办法 最后大家只能又回到了超市里 他们找人的时候 是兵分两路 等主角团回去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率先回去的龙套们 又打算演一出 不开门的戏吗 天天不给开门 你以为你是傅文配啊 控制这一切的幕后黑手 终于看不过去了 咱们这是无辱之城啊 可不是情深深与萌萌 他直接将超市后门打开 放了几只蝙蝠进去 里面马上乱作一团 还好罗然打破超市玻璃 把他们给救了出来 现在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所有人都被封锁在了城市里 没有任何信号 无法和外界沟通 而欺身的小超市又被毁了 他们该何去何从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江雪突然站了出来 说他知道此地有一个大酒店 完全可以容纳下这些人 其实在一开始 江雪就表现出了 对这个地方很熟悉 不仅知道路 还知道附近的公园等设施的位置 他似乎和这个城市有些故事 现在情况紧急 大家也管不了那么多 统一赶到酒店里落脚 之后他们会有什么心理困难与谋难呢 牛叔就不知道了 这个剧目前我就看了两集 整体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合格的网剧 牛叔一般在看剧之前 都会找一找豆瓣评价 看来大家的评价还是不错的 而且这种题材的国产片也不多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适当地指使一下 好了我是牛叔 咱们下期再见